陳茂波又說 多個經濟體都樂見中美元首會晤 相信有助推動全球經濟復訴 經濟體的代表都提出來 他們是樂見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的對話 認為是非常鼓舞的 大家都認為在全球的經濟裏面 中國和美國有多些對話溝通 以致到日後在不同層面的一些可能的合作的話 其實對穩定全球經濟的復甦 以致到加速推動的發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相對比較快和穩定 貢獻全球經濟增長年增長的30% 所以大家都在這方面的反應都比較積極的